藍營真的有一些 真的健烈欣喜的议员 是在思考 随时找到机会 就来弄一下柯文哲 是 这个事情 当然会导致到 目前这个状况 我觉得跟选举 越来越逼近是有关系的 因为柯P的现象 那么以及柯P的影响力 确实让藍營的这些 不管是总统或立委候选人 发生了焦虑 因为柯P现象 当然这藍營没办法去避免 这个在我们明年 一月十六号的选举 可能会有些部分的一些选区 会出现柯P现象 但是这个柯P的影响力 如果能够把它弱化的话 那么最起码对 至少对台北市 国民党籍的立委的选情 他会有比较加分的效果 因为柯P的影响力 我相信国民党也非常担心 是说如果说他替这个某一个立委候选人 或是某一个特定的对象 去站台去助讲 或者去给他做一个 这个影响力的推动的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很担心 柯P的影响力会导致他们选情 会更雪上加霜 那虽然柯P把台北市列为非军事期 也就是说他不站台 他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底不站台 我们也不清楚 可是再怎么样的话 这个国民党为了挽救台北市的选情 那这方面一定会来这样一个 会继续的强化对柯P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攻击或压力 但是我要讲一句话说 这一次这个事情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因为选举的关系变成没有是非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悲哀 因为这一次的台风来了以后 台北市第一个用到了着水 这个问题我们我们要用一个方式的检讨 另外到底着水是他的导音在哪里 污着的水是导音是哪里 这个也要做另外一区块的检讨 那么从台北市政府来讲 我觉得最简单的讲 他要检讨的是什么 第一 台风来的时候 市政府有责任 提前呼吁台北市民赶快储水 可他这次没有呼吁 如果大家能够赶快把它储水的话 至少万一台风来临的时候 他万一要停水的时候 马上会可以有应变的水可以用 可是他没有宣布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他灼水污着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进水场的处理 处理能力的时候 他就应该断然的采取措施 就说我们是不是减压供水 或者是说这个这个部分时间 我们把它做停水 然后部分时间做供水 因为我们三个进水场 他的一个在在整个的储水量里面 他仍然可以做减压供水来使用 那么这样的状况 市政府都没有做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市政府该检讨的 所以我请教你 像这种状况 我的理解 就你只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停水 一个就供应灼水 他可以减压供水 可以间接性的供水 间接性 一樣 就是一样 但是最起码在一天或两天之内 一天或两天之内 可能他只有几个小时 可以供水给你 那不更糟糕 民众说你几个小时就算了 就你来个水 供的也是拙的 不是 他 他因为我们的 那个净水场里面 他人家有大概将近三百万吨 这样可以来来做一个 緊急性的供水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缓冲一下 就是拙水不让他进来 沉淀的时间变长 对 让他沉淀的时间变长 我觉得那可能会骂 被骂得更惨 就是说你两个都来了 但是又停水又脏水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我们 我对的非常遗憾 包括我们这个国民党 局的中央局的立法委员 甚至包括中央的几个单位 竟然对于着水的导音 没有一个认错的 这是最荒谬的地方 那么农委会的林务局 没有错 冬杂孔熙 我可以认定不是 这是着水的主因 这个可以认定 所以林务局的说法 OK 那山上的国有林地 基本上富裕良好 或是水保良好 我也觉得可以来肯定 但是 不能否认的 整个污来区 也就南四溪的溪流 包括滋流的地方 所有水堵保持 这多年来被破坏的状况 我觉得是满目苍蝇 像这一次 所有不管道路上洋场 扫道 只要是南四溪两侧的 你看道路两边 全部水堡搏砍 到处在崩裂 所以到处在崩裂的时候 当然了 那个豪雨一来的话 他当然经过表土冲刷 那南四溪当然是污着不堪 这是一个状况 那请问你这个事情是谁造成的 这个事情两个源头 第一个经济部水利署 台北水水源特地基管理局 请问他干什么 那经济部水利署水源局 他在管理的时候 如果有所谓的烂肯烂箭 甚至于包括这些水保措施 没做好的时候 请问他应该请哪个单位 把它做好 那看是全职单位是谁 全职单位如果是中央的时候 就请中央做 全职单位是新北市的时候 请新北市做 可是很清楚的没有做好 那我请柯文哲市长 去请教翡翠水库管理局的 限定局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前任的水源局长 经济部水利署水源局长 他非常清楚 这整个集水区 到底这几年来 到底出了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翡翠水库管理局局 应该跟柯文哲说实话 所以也就是说 只有这样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浊水的问题 以后能够解决掉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柯文哲到现在为止 还不愿意从我们的北市溪 也就是翡翠水库这边 能够去 花钱去另外接一个管 他说这可能要花三十亿 事实上有专家认为说 只要他的路线修正的话 其实不用花了三十亿 他说不定花个八亿十亿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 北市溪直接接翡翠水库的水 这个可不可行 我觉得柯文哲应该做正面思考 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发生这种浊水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从翡翠水库接水 这样的话 他的水源的浊度会大幅的降低 我觉得这个都是把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法 好 这个柯文就有点心疼 说你看这个台风造成这个浊水 克批的错 乌来的问题 克批的错 结果乌来是新北市 那为什么新北市今天到今天目前为止 好像相对的被责怪的比较少 是因为一般人对朱立伦没有期望吗 这个何伯文呢 爆了一个料 我们来看看何伯文说什么 好 何伯文说 朱市府请将黑手拿开 他说今天一名颇有正义感的记者告诉我 市府官员恐吓他 如果敢再如此报道事件 未来市府拒绝任何回应跟采访 那何伯文呢就大爆料 他说我不管我直接点名 这官员就是水利局副局长宋德仁先生 好大的官威 看起来当然何伯文今天没有在现场 不过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新北市政府开始希望 所有跑新北市的这些县的记者 不要再讲新北市的坏话 那台北市呢就相对的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放任着记者 去这个挑制中间的一些矛盾的地方 所以造成新北跟台北市读者 或者市民的观感不太一样 我们不知道我们来讨论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刘文雄呢 他也跳出来 他说一下说要罢免 一下说清理太慢 一下又说三十年老宋打压本土 一下又说别人合成照片 他讲 他说别忘了 全台湾的主要执政党 还是你 你不是在野党 你不可以把责任通通推给地方 好 推什么责任呢 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怎么怪柯P的 他们说柯P呢 在他自己的line上面 是怎么样的 在当天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他说他说这个北水处呢 向防灾中心寝室却长达两个小时 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黄酌的河水便源源进入了净水场 然后直通台北市民的家中 这是8月14号的联合报说的 他说柯文哲的团队把SOP踩在脚下 部署在line的请示则迟迟得不到回应 攻击市民呢 这个不及格的自来水却回避 不愿意说明跟提示 而且一张口就反咬中央水土保持不佳 柯市府的每一步都在撕破自己的承诺和准则 这就是白色执政的特质吗 看起来反扑的力量 来这个反柯P的力量开始集结 而且他们说的呢 在他们的逻辑当中似乎研制成理 这样看起来柯P是有责任 罢免呢 也不为过咯 扣解 这个到底他line的这个是不是实情 究竟是如何 现在很难这个查出一个端倪嘛 你说他两小时没有回应 我觉得在常理上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那个群组非常多人嘛 那中间究竟这个过程就是说 那个水这个有点黄灼 那要不要给老百姓喝 过去的SOP是什么 那柯P他是尊重这个专业呢 还是柯P他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柯P已经说清楚了 应该是他尊重专业决定吧 因为专业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说如果你让大家停水 那问题更严重 那连马桶都没有办法冲啊 至少黄色的水是可以去冲马桶的啊 那有人家里面还有净水机 那你还可以用净水机来喝水嘛 那这些都是微弱的反扑 那这个微弱的反扑 只是在做最后的困兽的斗争 那这些斗争的目的 就是要让柯文哲劝在台北市 对于他去帮其他的地方的立委的选举 他的动能是不是有所这个限缩 那我想目的也是如此 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当局 可是柯文哲的个性他们又不了解 他是亚斯伯格政的人士 他对于外界的批判一点都没有概念 今天他不是跑去去去跟那个什么柯建民 去搞一个什么双科什么论坛了吗 他虽然不站台 他方法多的是了 那他如果在台北市你拼命骂他 你拼命骂他他就想把你搞掉 那现在据说他在台北的国民党的立委选举里面 有好几个地方像李庆元就不错 因为李庆元的对手赖石宝据说列为这个是停马者 所以是亲民党跟这个柯P跟民进党要打死的对象 所以呢才会有李庆元这个各路人马的支撑 那另外还有个地方是就是废宏泰 所以你们这样的做到底对你们的选亲有没有帮助吗 你们的选亲的这个压垮你们的原因是输在你们的候选人太离谱了 荒腔走板的每天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那跟打柯P之间你可以得到一个平衡吗 没有啊 那你反而让柯P的报酬能量更为强烈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是这个有点投机不着18米的 那但是他会让这个 因为柯P那个人的人格特质比较不一样 他不会被你吓到 那可是刚才说起 我今天问柯P一个问题 我说人家在那个网路上还有在电视上 还有在某些媒体 他根本不看哪不 care 狂轰你你看不看 他说他不看 他说他只管叫幕僚把他们轰的内容 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地方拿出来 至于字句他不看 这一点我这个很佩服柯P 我也要跟那个红秀柱阵营或是国民党里面 包括某一些什么黄叉叉那些 每天靠脸书那个赚人民币 是不是赚人民币我不知道 的人讲一声 你每天骂我有什么用啊 我这个人那个身经百战年龄也不小了 我也不care我也不需要嫁人 我已经嫁人了 那你把我打死告死也没用 我不会被你们吓到的啦 这没有用嘛 你打一个人如果有用 比方呢 敏凤脸皮薄一点啊 你骂他多一点 他可能会生气 我就没用嘛 你告我一百个案子也没用啊 而且这些案子不是很无聊 那他们就摧毁你人格 就追对 针对柯文哲也做人格这个毁变战 那针对一个他们觉得 我是蓝英里面这个对他们来讲破坏性很强的 你骂我什么叉叉女什么男女这件事 也没让我这个离婚 或是也没让我这个被讨厌 对啊 身经百战是什么东西 不是你们国民党的人打仗不能打成这样 打的就是有点low 你知道你打一个积极战 我觉得还好一点 那柯P我跟你讲嘛 他的反扑力量很强 但是我必须这个请柯P接受一些建议 就是石崎跟庆元刚才都说了 就是我创为台北市民的话 我觉得你事先如果透过有线电视啊 或是用即时新闻告诉我说水有点黄 我会接受的 那我就不会那么吃极 真的 甚至于你会说我有这个水的配送站 柯P会接受我们这些建议 那就说如果有浊水 那你告诉我大家要几天清完 对不起大家 那在医学上这个洗澡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要喝的话 那你是不是跟超市 跟这个全联或是其他的单位 做一些整合 然后用电脑告诉我们哪里水多 哪里有甚至有配水站 我觉得这样子市民的抱怨就会比较少 那这一点 其实这一点应该是柯P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没有做到 那柯P就学习嘛 你打他有什么鬼用啊 越打越发我认为 没有用的啦 他也照样出去站台 你放心好了 对 明凤最近 北有柯文哲 南有赖清德 好像同时都被网路上 或是被蓝军集结起来变成对象 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你看 从刚才这个稿子里头 写到一句话叫做白色执政 那就已经很明显了嘛 白色执政一定会衍生到 所谓的绿色执政嘛 那我觉得就是整个年底就说 我先台北抹黑了这个柯文哲 那台南再弄掉那个赖清德 那我好像这个年底2016 我整个局面好像可以翻转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太笼统了 太简单了嘛 因为你柯文哲 我没有错 我觉得你做你不管你是新任的 或是新手或是素人做政治 你做台北市长 你一定要维持台北市民的生活品质 这是一定的啦 大家对你不满意 你也要接受嘛 好那如果你不满意到 有人不满意到要罢免你 那柯P也说好啊来罢免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我也支持啊 那我就我就请国民党这个什么 这上面写说请支持现有体制内罢免科文哲 绿色休想罢免炒作所谓的补证公投 那我就要来炒作公投补证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呢 你明明就是要罢免科P 那你现在现行的公投法规 就是没有办法罢免成功 而且一年之内本来就不可以罢免首长的嘛 那你就要改啊 你就你现在是国会的多数 到这个明年二月一号之前 你都是国会的多数嘛 那你就彻底落实啊 你整个公投法修正一下 让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谁不爽 我们就罢免谁嘛 不要说任何限制 不要说门槛的限制 要罢免一个蔡政员 罢免这么困难 对那民意代表轻易选上 然后犯了在任内犯了这么多错 要罢免男奴登山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我这次就支持你啊 我们就要支持公投法 如果你真的对柯P 你不是在做 从中这个选举里头获利的话 你纯粹真的很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台北市市长 你真的要替台北市民出一口气 我就支持你公投法修正嘛 你整个国会里头贯穿 而且这是跳出来罵的 也不只是市议员啊 还有很多立法委员嘛 因为立委选举到了 好像跟那个 选业是同选区的人 法还是怎样 对啊 那你们就 而且还身兼党鞭吧 我记得 那你就在党在立法院里头提这个公投法修正 修正法案 让我们的公投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民的职权 行使罢免法 这些项目 可以简单一点嘛 賴清德也一样啊 这个是滔天大罪 你不进这个议会 违反民主的伦理 然后呢 你怕可以发动监察院弹劾他 你知道吗 其实监察院要被弹劾 不曉得谁可以弹劾监察院 这个民主的事情是监察院可以管的吗 选民可以弹劾 头殼破一个洞嘛 那你就是那你可以发起罢免賴市长啊 賴清德啊 那你总总之 你对付不了这两个人 就是因为你的公投法修正 是没有办法 公投法修正也没有办法通过嘛 那你今天怎么会说 你要罢免柯文哲 又叫我们不要炒作公投法 你这是两套标准 所以我支持你啊 我支持国民党 一定要罢免柯文哲 到底把先把公投法修正通过 然后呢 就恭喜你们既可以罢免柯文哲 又可以罢免賴清德 就除掉你们心中的两个大患 那你们二零一六就大胜选了 就恭喜了啊 欧副校长 这个看起来相对你看 屋来变成孤岛 那但是这个朱立楼然在新北市长上 好像对大家对他的抨击 似乎没有那么大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灾害政治学 首先当然是大家已经不忍在骂朱市长了 而且知道朱市长主要是两只手被绑来后头 骂他呢也不是这个太公平的事情 你也对他不是不忍是懒得骂他 反正他已经趴成那样了 对都可以这都是对的 不过我如果是国民党的这个文传会 或者是以前叫文工会的主管上级 我会对于这次的发动非常不满意 为什么他们出手太早 也就是说用闽南语讲 烧门本还没加厚 你就已经出手了 那一下就消耗掉了 那这里可以反映到一件什么关键的事呢 就是他们真的心中有很高度的焦虑 因为现在距离大选只剩153天 在153天里面我们稍微精算一下 还有25个议题左右是可以发酵的 那这25个议题发酵呢 其实一个礼拜一个 对不到一个礼拜就可以有一个 对但是因为我们发现这25个议题发酵 其实他们深度的焦虑是 生怕这25个议题都是由红袖度所主导的 或者都是由红袖度所发动的 然后大家被动只要跟上去 他们情况就一直往下掉 那前几天我跟这个文传会的部分代表 我有给他们一个很恳切的提醒 你现在找他们他们还理你啊 没有就是当面 就是我们在节目上遇到 那大家在这个广告期间 我有一个很恳切的提醒 我说你们要小心 你们现在出来打的时候呢 不要去触犯到那个法的边缘 一旦呢你到触犯到法的边缘 在攻击到人身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得已 他上面交代他就干了 干了以后呢 到时候吃关心 因为人家一定会回 而且不得已一定要告你 那么你一旦吃关心的时候呢 国民党不会帮你出钱 你要自己去跑那些关心 因为我自己过去四年呢 是完全我自费 为国党去跑那些关心 那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来讲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如果到时候他自己去跑关心 他的薪水也就是四万多 那他们当然要好好想清楚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最好把整个情况逆转过来 翻过来 让情况呢是对方出问题 所以到这次他们就看到 太好了赶紧 让这个柯文哲去背这个锅吧 对好 可是他没有累积足够的量 而且把事情炒太大 炒太大以后变成是 大家变成是一种类似的口嘴战 这种类似的口嘴战呢 使得大家会觉得说 好吧就这样吧 那那那有怎样 所以变成无效了 这无效会造成什么呢 就有点像我们在打抗争术 你一下打太重 本来应该打第一级的 或你应该先吃凤梨酵素 不是他一下打先封三号 对完蛋了 前面第一等了第二等了 以后打都不会有用 所以我说 如果我是文庄会上面的主管 我一定把这个主管叫来骂 说你们这样太急了 那后面怎么办 你后面这个label的呢 就没有效了 那这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 大家可以马上嗅觉到 也就是说现在的文庄会在打这些公事呢 主要是这些中壮年的年轻朋友 已经没有小刀流在后面主导了 小刀流主要是用来对付彭文正这样的人 真的 不会用在科匹 我不是打到小事情上 就是要铲除彭文正才需要小刀流 可是文庄会这边的出手呢 乱出手以后呢 他会打乱整个选情 这个打乱以后 我给你讲并没有解救赖世宝 或者解救这个废洪泰 他反而让大家觉得说够烦了 你们这些人不晓得吵什么 水准很低 所以变成文庄会的水准 low到只要一个何柏文 就跟他们二十几个人都打出来效果 一样了 这样够糟了吧 所以他们瞬间把香脈本一下 就得贬值了 这是文庄会很严重的疏失 你该退的时候 我真的就退 不是那一口气 不是咬牙 是一生的长气 你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那些深蓝的都会把你抛弃 你放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